哇塞 你看我 買多少回去過冬啊 爸爸爸爸 梅芙姐 嗨 大家好 我今天到了迪花街了 我到我常買的中藥好的店裡面 來買一些那個 中藥材來補生品 尤其是在秋天的時候我需要 來喝點補湯 我的中藥材就在家買的 乾貨就在隔壁幾家買的 這樣的話我很快速方便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它有哪些中藥材 它什麼都有 這是什麼藝人 它去新的話就比較 像白米一樣比較香 它如果沒有去這個新的話 就有像吃糙米一樣比較健康 那我當然要煮四層湯 或是我要放在米裡面 我就要放這樣的 有時候煮點紅豆藝人湯 像現在就應該 要喝點紅豆藝人湯 蒜石 蒜石煮四層湯的 我這個紅豆 因為是配在補湯裡面 我就不要太大的 我要這個甜的香的 所以你看它的個頭不是太大 這樣的話你放在補湯裡面喝的話 就不會太這麼大一個 哇好可怕 我都會跟老闆講 我要品質好的 我不會挑 我只會看顏色看漂亮 然後你自己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不熟的話你就去試吃 你看這紅豆吃起來香不香 甜不甜 我們看不見的就是說 它的有沒有認證 安不安全 這個最好是冰著 你不要看到外面有黑黑的啊 或是有什麼黑斑那樣的話 就是不好 就是外面放太久了 黨參啊枸杞啊 都可以放去補湯裡面煮的 因為我這個是做補湯嘛 你看我的枸杞也不是特大力 它上面寫無毒 我就要買無毒的 我只會告訴老闆 你給我無毒的 我不要那種有含農藥的 就是這樣 然後你喜歡大力 甜一點 你就買大力 它比較貴 顏色有差 你不要買暗黑色的啊 買那個顏色很乾淨的 暗黑色的 有一點黑黑的那樣的就不好 買個黨參 做我的補湯裡面的 另外煮來喝的 所以這一種是一個補湯的 這是另外一個補湯的 還有一點點當歸 當歸有時候煮一些什麼冬瓜湯 或是一些其他湯 只要放一小片 它就會提味 好的當歸要身體長一點 就是要買這種的 這是養生的 沒有任何加工的 直接煮 這是乾的 原來的蓮子 這個是去皮去腥的 你買香蓮子 比較嫩 比較好吃 另外這種 這個是劍蓮 它有點黃 它有的地方有心 然後不會像這個這麼糯 但是也很好吃 兩樣都好吃 所以蓮子 你就是買對的廠家 它會告訴你哪一個怎麼樣 因為我們外行常常很難判斷 你第一次買的回去吃吃看 你覺得好就OK了 你就知道了 現在蓮子都不泡水 就滾水滾以後放下去 不是冷水煮 都是滾水煮 茯蓮以前都是這樣的 有一次秋天吃點茯蓮 非常好 那現在他們好像用的比較薄一點 味道比較容易出來 就變成這個樣子的 這也是我今年第一次看到 因為我以前買的茯蓮都是 都是這個樣子 我最重要的是 我都會來這裡配那個 我那一包 秋天來我就會配這個 新竹明衣 差不多一百年前 新竹明衣主餐秘方 朋友給我的 我在我的書裡面也有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來這個迪化街的 這個正泰中藥行 它這裡的配方 我都放在這裡 你跟老闆講 我要王培仁老師的那一劑補湯 這個補湯大人小孩都可以喝 所以我會煮的一大鍋補湯以後 分成一袋一袋的 每次拿一小袋出來煮 兩人份的 因為它可以煮一大鍋 你要試看看 如果湯太濃的話 它是不好喝的 然後你要自己配紅棗 然後這個老闆非常好 這個補湯 他的另外某些 要扔掉的 他都給我放在這裡 可以扔掉 這個都是可以吃的 你要知道 哪樣食材比較好的話 真的要找那種 比較有誠信的湯商家 你請教他們 他們一定會告訴你 什麼樣東西是比較好的 哇塞 你看我 買多少回去過冬啊 老闆幫幫 嘿嘿嘿嘿 然後往前走幾步 我就到那家去買我的乾貨 這家的乾貨非常的新鮮 因為買的人都進進出出 所以他的各種雜糧都很新鮮 我要買紅豆 然後要買那個大紅豆一斤 還有去殼綠豆 我要做那個綠豆碰的 去皮的花生很香 就做花生豆腐 或是煮花生湯的 我都在這裡買新鮮 雪蓮豆一斤 花生一斤 大顆是北港 宜蘭的比較小顆 所以每次就把我要的 全部點一點 我今天就買這些東西 你看快不快 我通常很快的殺進殺出 就結束了 就可以回家囉 好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